今天开始是位小小电影来看到的是俗称丧尸烟难的毒品伊托米子最近泛滥严重 更是陆续爆出有陆军一难跟远景稀释的事件发生 而就在今天上午行政院会讨论之后 毒品审议委员是将伊托米子等等的三项化学物质 从原本的第三级毒品改列为二级毒品 就算是单纯持有失用也会构成犯罪行为 未来包含了制造走私运输跟贩卖者 刑毒还会扎重最终是可处无期徒刑 家有远景执法犯法染毒被自己人上号带走 新竹则是有陆军一难夹藏50颗烟弹毒品入营 现在检警扩大侦办中 近期爆出一连两件离谱的军警染毒案 而且还全都是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子 新兴毒品泛滥成为新毒害现在行政院出手了 除了将生意提升毒品的等级 加强执法力道之外 要请委屋部积极提升新兴毒品的检验量 14号上午行政院会讨论后 毒品审议委员会已经确定将伊托米子等三项化学物质 从三级毒品升级为二级毒品 以后制造贩卖运输 伊托米子等型度都会比三级毒品来得高 最终可处无期徒刑 而且就算是单纯持有和失用也会构成犯罪行为 不过对于升级为二级毒品 也有一届人士认为伊托米子是医疗领域广泛使用的麻醉药物 属于第四级管制药品 现在升级未来在医疗层面上的使用将会被限缩 但近期因为滥用伊托米子引发社会案件越来越多 面对当务之急 政府只能先透过毒品升级来加强管制力度 记者综合报道